大家好 今天4月27日,星期二 明天已經是今月土指的轉創供奉日 回看整個大市一直在十天線坐的水平 其實以這麼低的成交金額之下 是很難出現一個技術上的突破 就算指數稍微偶偶有少少的抽升 都只不過是波方性的後抽 先看指數 早市先低於57點至28,895點 直到現在11點過後 整個市今早仍然反覆在28,790升至29,031點之間 即是技術上會持續穿梭在十天線坐的水平 其實大家要明白 因為今月雖然是一個先低後高的形態 指數是由12日的低位28,274 升到19日的高位29,319點 沒錯 6日之內是有1045點的波幅 其實不算是特別大的 但問題在這1045點的波幅裡 就寬了三組平均移動線 最高的是50天線 大概是29,155點 下低一點是10天線 28,924 下低一點是28,757 簡單說 因為市場稍微有少許移動 已經可以出現一個升破和跌破信號 其實我覺得不可以盡信 反而我要看成交這麼硬 因為這兩個星期來 大市的成交這麼硬 一直都是千四千五億 即是說 就算市場偶偶有少許抽升 都只是波幅性的後抽 沒有什麼意義 反而在波幅性的區間裡 如果大家要短炒 就看看選什麼股票 和風險管理應該怎樣做 其實好像今天這樣 美團也有少許波幅 例如300元以下 蜻蜓點水賣少許 去到300元以下 就游泳沽出 這10元、8元的波幅 已經在淡靜市況當中 算是不錯 其他大部分的波幅 都是相對比較窄 整個四月份 一直都處於一個整固等變之中 你返回到月底前 有沒有更大的報復點 我覺得已經不重要了 沒錯 我一直在說 一個月的高低位 在六個交易天之內 出現的機會 不是大 但不是等同誤會 你要視乎成交更加 好像上星期一 日中的高位見過 29,319點 是突破了50件 但成交不配合 成交不配合 到星期二 日中的高位見過29,220 亦突破了50件 但成交不配合 成交不配合 近日來說 成交不配合 亦有少許突破 但始終交投不配合 所以整個大市 就算想湧上去 沒有足夠的動力 老實說 我們就不可以記意厚望 萬種行程 歸於市 分析就還分析 市是否敢行 都視乎很多其他因素 瑞通有幾隻衍生工具 給大家參考 美團這兩天 都還有些移動 我自己覺得 差又差不到去哪裡 但要升得太多 似乎氣候都不到 這隻牛證是51334 行使價是277.2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當然大家的雲大家股炒法 但衍生工具就勢住好了 若明是又再配股 配股之後的股價 暫時持平 因為市場氣氛都比較薄弱 有隻牛仔是62773 行使價93.8.8 大家可以參考 至於李寧也有優質型構證 編號22930 行使價68.8.8 相關衍生工具 在現在的分中 是沒有太大的波幅 大家如果想看多些條款 卡入瑞通網站 看看就可以了 就算參與 駐馬都不要太大 反而我覺得 整個四月份 在這個環境之後 最關鍵是5月怎麼走 因為傳統來說是五窮 希望環境氣候 不至於太窮 但成交交額持續編鎖 是隱憂 好了 中文的分析就講到這裡